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和之后 美国人对国家的前进方向都相当乐观 他们对两大政党持有正面的看法 认为国家是团结的 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 超过60%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正处于错误的轨道之上 对两个政党都持有负面的看法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已经分裂 这是将在911前后进行的民调 与近期进行的同类民调相比较的结果 2001年6月进行的NBC民调显示 43%的美国人说 整个国家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39%不认同 在911袭击后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中 高达72%的人认为 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而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只有11% 如今这些数字几乎完全相反 根据NBC新闻2021年8月进行的民调 只有29%的人认为 美国正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63%的人认为 美国处于错误的轨道之上 对于两大政党的看法 遵循这类似的模式 2001年6月进行的NBC民调显示 46%的美国人对民主党持有正面的看法 28%持有负面的看法 43%的美国人支持共和党 而35%的人表示反对 而在2001年12月 也就是911发生几个月后进行的NBC民调中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 但是在今日 对两党持负面看法的人很多 NBC新闻2021年4月进行的民调显示 民主党的支持率为39% 反对率为41% 共和党的支持率为32% 反对率则为46% 911恐袭让美国人更为团结 2001年11月进行的Gallup民调显示 47%的人认为 全国上下一简一致 24%的人认为分歧很大 美联社在今年进行的一项民调 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只有11%的人表示 美国人团结一致